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这是今天第一场多报典型节目,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闭幕,也就是两会接近尾声了,正级已经结束了,现在人大,这次搞得是非常紧张,昨天发生了冲击天安门,新华门的事件,现在不知道处理结果怎么样。 过一会儿再下一场,详细给大家介绍这条近况,看今天主席台,那么习近平和网上一样,摇摇晃晃走进来了,他和后面的人保持了距离,一显示他的全面一样。 那么两会开的怎么样,美国资金今天有危机,分析得很好,中国两会闭幕,习近平加强控制的信号越加明显,他其中谈到了未期一周的两会,闭幕了, 分析人士说,这场精心安排的设备,传达出的信息明确,就是什么呢,习近平加强了控制,还是他说的是,虽然他愚蠢,低能,又狂愕, 中国搞得今天就称,基本上统治已经崩盘了,但是他并不认输,还要继续集权, 说中国更加关注什么,就国家安全,抓人会越来越多,你看这个二三条立法,今天海外媒体纷纷的报道,习近平不许毁调香港, 等到下场给大家介绍,这边文章讲,另一方面呢,中国官方承认,经济面临挑战, 但关于提振措施的细节却有些,确实,你看今天有一期,讲到中国的这个北京的房价, 这个一路签证啊,这个今天后几篇文章啊,分析目前,严峻的经济行事, 但习近平不在习近平跟我的感觉,反正是破贯的破摔了, 反正经济也搞砸了,不行就打仗,是不是, 等到下一场给大家看看,相信他们美风静止评文章啊, 回到新华社,新华社今天是,还是生成两大块, 上面一块是套童,花里呼哨的,就宣传两会的好生行事, 那么下一块是正常,正常的就是新华社的版面啊, 那就是吹捧两会,你看吹捧两会有篇文章很有意思啊, 竟然说,世界从中国两会独处信心和机遇, 其实这次两会外界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啊, 他反正道理讲,其实独处的不是信心, 是绝望和愤怒啊,但是习近平不这样认识, 我刚刚讲到习近平心想,反正是搞得进来的程度, 破贯破摔,绝对不会认输,那只有一路走回去, 说不定就发生战争的啊,所以今天法广有一题, 讲到邱国阵,台湾的邱国阵啊, 国王部长害怕,晚上睡不着觉, 担心擦枪走火啊, 路会所情势在可控范围之类的, 这是这个今天法国王条消息啊, 咱们讲到台湾的反应, 你看现在中国为了这两个渔民的事, 这个谈判十多长,还没达成协议啊, 这个,所以台湾的蔡英文呢,和赖清德两个人, 现在马上要交接权力了, 我二人, 两个人这一两天还去看这个, 一条大船啊, 搞了一个中巡署的, 海巡署的一条三千吨的大船, 军事上搞国见国葬啊, 在这个海巡这一方面啊, 也在加强这个, 这个设施力啊, 完善了, 但是你和中共没法比啊, 中共这个把全国内, 大北新的许汉钱, 明指明告全部集中到什么呢, 准备备战, 这次设施啊, 过军, 所以台湾感到紧张, 那么邱国正给我感觉, 呃, 他现在讲的是知情话啊, 台湾的一些学者们, 开始围绕了邱国正的观点, 开始分析, 今天讲了很多事情啊, 呃, 主要是什么呢, 现在眼下眼下的形势非常严峻, 这个邱国正明确的讲啊, 呃, 以往认定中共第一机是指开炮开枪, 但军队已更改第一性的界定, 只要共军持尸体, 航空战线就被视为是第一机, 台湾的国军将予以反制, 他虽然睡不着觉, 他态度已经非常的坚定啊, 只要你越了这个界限, 咱就开干,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指出, 如果敌方的军机, 舰艇, 群入台湾领空, 领海范围, 经辩证, 拦截, 网坡驱离行动, 还没有效果, 能无法排除, 基于国家对领土, 享有决定主权, 和合法授权, 第一指挥官, 采取适当方式以反制, 维持, 维护, 防防, 安全, 看来蔡英文是想早点交钱的, 交给感情得去处理吧, 是吧, 因为台湾现在是一小伯大, 没有美国的支持, 西方的国家的支持就完蛋了, 这习近平是信心满满的, 他心想, 反正国内社会矛盾, 建立点不要起, 实在不去就打价了, 他有他在想法, 对吧, 所以国内现在呈现是一种军管的状态的, 他有文革前的, 文革那时候的这个正照了, 今天胡锡进有一题, 胡锡进竟然很关心这个宗延延的事, 也就农府山权的事, 八纪延今天也有一题讲到, 中国呈现文革前照, 也就讲到农府山权, 受其金融对手, 哇哈哈创始离世的天灵, 未被网报, 被暴, 暴击程度远超出商业竞争的范围, 有博主认为呢, 农府山权是中国又重新走回文革的标识事件, 其实不光是农府山权的事, 所有的事都显示习近平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了, 对吧, 你看在天文前, 这边在会场上讲, 全国省民主, 那边你看给这个, 冲击中南海的老百姓, 我们都成为老百姓了, 是吧, 你也在地上拖着, 老百姓而且喊什么呢, 喊那个, 这个共产党杀人犯, 国民党确实是杀人犯, 不是杀人犯吗, 三年封共期间杀的人, 有多少岁数讲的清楚, 对不对, 当年文革的时候, 他家人也差一点被毛泽东干掉啊, 是吧, 毛泽东给他爸压了18年, 你看他不深刻反思, 不学习蒋经国, 他妈学习毛泽东, 你不觉得他脑的偏执吗, 是吧, 这样一个偏执的人, 你看今天还有出版, 习近平著作选读, 一卷二卷英文版, 祸害全世界, 浪费纸张啊, 这些精神垃圾, 这个就作为一个邪教, 叫习教就是个邪教, 但他觉得挺好, 全国各地发行, 还有发行英文版, 这老外看了生气不生气, 是吧, 那更生气, 不过今天好像澳大利亚, 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 略有点缓解啊, 你看昨天看了篇文章讲, 澳大利亚, 一个政要说什么, 澳大利亚这个红酒啊, 什么龙虾这些东西, 有望就在关税上, 美和中国谈妥了, 哎, 还有个消息, 杨恒军不杀了, 今天很有意思啊, 竟然这个中国官方的, 有一个人物在两会上表彩, 是两会, 说是中国, 不是两会啊,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消遣的表态, 如果澳洲华语作家, 杨恒军接下来不再犯法了, 他可能永远都不应该出局, 哈哈, 这一天就不应该出局了, 是吧, 这个案子它就是一个政治案件, 他用这个, 他死缓吓唬杨恒军, 吓唬海, 另外一位, 欺贴习近平的人, 习近平害怕嘛, 所以杀, 习近平就靠这个东西, 结果一整就是, 他整大了, 是吧, 怎么现在, 只好通过澳大利亚大使馆的, 大使开始表态的, 不会杀呀, 只要你服了, 澳大利亚多让点步, 在经济上, 是吧, 最好能推出, 奥克斯就放了, 就习近平胡诊, 就是人质外交, 这个消息也挺有来头, 说杨恒军家人一天, 那个叫大五毛, 又乐了, 是吧, 没事了, 这个就是中, 中澳之间的一张牌, 再等到下一场, 给你们介绍介绍, 你看, 还第三题, 期待鼓励中美两国人民交流, 习近平这个政策发现, 一片混乱, 一会儿要战, 一会儿要和, 给人感觉是没有章法, 这说明反映他矛盾形态, 浩大喜功, 高鼻之勇, 一会儿左, 一会儿右, 总体上还是左, 主要是怕失去权力, 因为干了十年, 一地鸡毛, 得罪了很多人, 怕下来以后人整他, 他自己的腐败也很严重, 妄法也非常严重, 所以这也是没办法, 独裁者都是这样, 你看他看来他最在乎是美国, 他不断的羞恨美国的关系, 他得罪不起, 为什么美国有核弹, 不行美国干你的, 害怕他只认实力, 不认别的, 澳大利亚不行, 澳大利亚他没有核弹, 加拿大也是他不打脸, 你看一到二月份, 汽车销售同比增长8.1%和11.1%, 就是为了撞, 撞这个郭威业凝聚力, 因为现在经济搞得太差了, 只好在这个选择一个, 这个生意比较好的, 汽车行业可以啊, 但是汽车美国也警觉了, 美国现在对比亚迪也开始限制, 对一些电动汽车都开始想办法限制, 为什么呢, 你不限制他, 他在汽车上收集你的信息, 用于这个, 这样老百姓是吧, 所以将来的世界必须走向什么, 共同价值观才行, 否则的话, 互相之间肯定戒备, 很麻烦的, 今天海外媒体也纷纷报道, 再帮我们一些消息, 等到下一场, 给你们详细介绍介绍, 关于备战, 今天这个发狂有一些, 想到中国的这个新的航母, 也就是这个福建界的一些情况, 这也值得关注, 就刚才讲到了, 习近平还是准备打仗, 实在不幸就打台湾, 但国内统治不下去了, 矛盾特别激烈, 无法跟英国说, 他就找出一个理由来, 把这矛盾转到台湾身上, 或者是菲律宾和日本, 这篇文章提问是, 中国福建号航母加班, 突装结束, 很快要海事, 你看, 以后就不是说一个航母两个航母, 以后是N个航母, 各美国比较, 对不对, 你看那个李登辉的时代, 为什么中国也想吞并, 大爪子也想把台湾拿回来, 也不光是新兵的时代, 江泽民也都喜欢搞, 美国的航母来了, 把这些人来的, 江泽民一看, 不行, 只不过李登辉那时候, 讲话不慎重, 把刘连坤卖了, 是吧, 他数年上面这个哑蛋, 这哑蛋是只有刘连坤制的, 刘连坤被处决了, 这个李登辉也打嘴, 这也不好, 你看今天这个正线文章, 法广正线文章非常给力啊, 他讲呢, 港媒经称中国全新, 全自, 自己, 全自行设计的, 建造了8万轮, 电磁弹射航母, 福建建, 电磁弹射, 告诉你是干嘛, 就是几乎和美国一样的, 因为航母就是一个, 移动的作战平台, 上面关键是建载机里, 而建载机啊, 你首先得有这个系统, 就是电磁弹射, 这里啊, 但是我认为他是早了的, 就算你现在下水了, 还得经过三年, 最好才能参战, 糟了, 三年以后你说不定, 美国就给你制服了, 老老师, 三年以后, 习近平就下台了, 不是被抓一直下台, 你就看天安门广场这个, 这个景色一个个刺亲王, 你觉得他下次不能成功吗, 是吧, 成功不就习近就完了吗, 是吧, 这篇文章讲的有空照片, 照片有图片显示, 他的甲板涂装已经完成了七成有约, 才完成了一大半, 早了, 就花了个大饼吓唬美国, 原来啊, 我还没准备好, 预计很快就会进行首次凯示, 即将展开中国的三毫米航母时代, 你再三毫米, 美国的十几个航母, 根本不是一个导词给大家看, 这是放光的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是超准, 这说明什么呢, 习近平还是准备, 要准备打仗啊, 那么, 关于经济形势啊, 刚才讲了一半啊, 就是说他秀他的经济形势如何好, 讲了半天还在内循环, 你看文旅物, 解决入境游客支付难, 多举措正在落实, 就告诉老外, 来呀来呀, 你现在抓特务, 抓界别, 搞得极竹, 文革这套谁敢来, 所以他现在习近平我发现, 整个这个国家先烂套了, 说啊, 打仗方人们有一个统一性啊, 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讲到这个企业家, 在海外成立的一个, 这个反迫害的一个联盟, 这是看中国网站, 今天有条消息, 讲到是迫害, 遭迫害海外民营企业家成立的联盟, 要讨回公道, 给大家看, 这是在温哥华成立的, 这个加拿大可以见见面, 这个组织叫中国民营企业家权益保障联盟, 你看, 就这些人, 成立一个联盟文献, 这证明什么民营企业家被他们打压追逃, 折我们河海, 跑到海外都成为一个群体了, 在这儿还讲经济多么好啊, 他都胡扯啊, 中方将参加安全女带2024联合军演, 这个联合军演估计搞不好是不是和俄罗斯军演啊, 因为今天早上我刚打开啊, 他是这样, 果然是有中国伊朗和俄罗斯, 中心国成立了, 组成了三国海军, 3月11号到15号搞了一个军演, 这个军演去这个题目叫安全女带啊, 这个小女带就是三国家, 你看看人家美国这个女带多大, 对不对, 该演习在阿曼湾附近走出事实, 中国将派出第45批, 这个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 叫乌鲁木齐舰, 导弹护卫舰, 林仪舰, 还有综合补齐舰, 贫苦舰, 他每个舰呢都齐个名, 以便壮大盛世啊, 你看后边是讲体育比赛, 就比如说讲了, 还有国际局势这些等到下一场给大家讲的, 我要讲的什么, 在要文取消里面, 我们来看看啊, 现在习近平呢, 那之所以对抗美国一个, 他认为有把握的和美国对抗, 还有就是非洲关系比较好, 所以我承认啊, 美国在非洲影响力也不如中共, 我说我挂钱, 在那地方结交了很多朋友, 要怎么给黑国立区的留学生, 每一个人的60万人民币, 老百姓非常生气, 甚至有的老黑非, 还给他配别女伴, 中共这个招力, 就让他们这个有的最好的成为, 这个中外和子的家庭, 一边统战的, 那些政要, 那些非洲也是, 那些政要很腐败, 他的孩子在这都市已经哄好了以后, 将来联合国一旦谴责中国人权的问题, 他们不举手, 他们帮忙, 习近平搞这道东西, 我跟你讲, 就是他售买着非洲, 说非洲他成为他一个大后方了, 你看今天有个题, 中文贯同, 中非达里斯萨拉姆共事有关, 建议, 你再看下一题, 广东践行两山理论新东西, 两山就是荒山, 古山, 其实是老农民的爱闹客的话, 变成习近平的理论了, 就习近平思想特别贫乏, 没有什么心思, 这个人就是这个小学生水平, 说两山论, 讲到这个岭南更加郁郁郁郁郁郁郁, 你看还有后面场景创新, 产业加速, 低空经济如何影响未来, 这是个新鲜事, 所谓低空经济, 就现在物流都开始在低空上进行, 这个什么无人机, 无人的飞行, 什么飞行器等等的, 他讲这些文堂, 那么还有上司公司打出市值管理的组合权, 看了半天今天, 我看了一个就行政手段干预股市, 政府领导人让你买股票就买, 让你卖就卖, 再火了再火了给你卖那个按钮, 给你关闭就完事, 如此的霸道蛮好的, 他这其实我已经反映了矛盾心态, 好像想融资, 但又怕这个股市放开以后, 他脸难堪, 他为什么一路下跌,跌跌不休, 说你看房市现在跌的是一头, 今天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了, 关于这个房价的事啊, 房市,股市, 汇市都救不了了, 经济基本上已经崩盘了, 都开始发起这么债劲, 不停的举债啊, 就是这个拆了东墙不西墙, 第一次地方债务已经, 已经撑不住了, 那么从中央的角度啊, 现在还在发债, 就像老百姓, 多长度的利息高一点, 吸引他们买这些债券, 其实买完之后, 你就被绑进了中共的战车了, 因为下一步一旦打仗, 你要不跟着一起打, 你就且一想吧, 说实际上, 这也是他一个就是什么, 他的一个办法啊, 其实, 这个你不管是什么, 在买完以后, 你就要有效益, 像现在这个形势, 你可能有什么效益, 没有任何效益啊, 本人认为, 中国的经济上, 已经守不住了啊, 搞不好将来就是, 股市关闭了, 平仓了, 然后呢, 这个楼市政府, 全滑了滑买, 抢去了, 就抢多, 民主, 老百姓的财产, 中产的财产, 就全都抢走了, 然后再统一分配, 就平均主义, 就没有私有财产的啊, 贵四的, 也是他说了算, 对不对, 然后他就开始打仗, 战事惊奇, 你看现在, 为什么李强这个位置, 往后靠呢, 其实就是没有打仗,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战产方面的一些危险的啊, 现在媒体报道了很多消息, 你比如说这个风看网今天有一题, 就秀一个军人, 这个军人脸上一个大巴, 就在这个脑壳上有个巴, 叫, 算是, 或许算是一个, 中共把它塑造成了一个什么, 著名的一个将领啊, 这是叫, 魏国戍变英雄团长, 七宝, 七发宝, 说七八宝都在脑袋上有大巴, 今天修, 修的目的是什么, 给你看看, 现在需要战争, 需要炮灰, 就像我娃娃当年, 我就是, 听着工作上战场, 穿着单衣, 穿着灯笼裤, 而且就上, 就这么个单裤, 就上朝鲜战场打仗去, 没打过枪, 第一次背上一杆枪, 是吧, 而且呢, 不知道朝鲜那个是, 是零下多少度, 说要怎么最后得了伤寒病了, 这一生总是打白了, 就动不动全身发抖啊, 虽然活着回了一身病, 就公安党给欺骗了, 说现在又开始骗, 又绣这个, 这个所谓英雄团联的大把, 是吧, 这也是看你, 就证明说呢, 他的琢磨的, 还是最后这一招了, 因为他无力使经济, 这个妙手回损, 你怎么回损, 就几个电小二, 就能把经济重新搞上来吧, 你经济搞不好, 老百姓肯定不满, 你看那个壮中南海, 那个人怎么讲的, 是不是啊, 你看那些, 这个共产党是杀人犯, 包括抢柔刀的财产, 还有, 这个不光这一切, 有张家岗, 那个, 那个轰这个, 这个政府大楼的, 炸了, 他不敢报道, 那个人为什么炸, 那个人还给自己的身份证都放到网上, 他不就讲吗, 共产党有还他的财产, 还他的土地, 那证明他是中产阶级上的老板, 是吧, 不是个大老板是中老板, 然后让共产党跟里面都, 里面都以后他先讲, 哥们反正是穷光大了, 给你干他一把, 是吧, 这个叫什么, 鱼死网破, 现在鱼死网破的人, 越来越多中共吓坏了, 所以到处就抓人了, 越抓越多, 但习近平不会承认自己是做错, 都是别人做的不对, 你看这里关于这个秀经济, 让您增强信息, 就是牛皮, 你看, 专访中国高品质发展, 增强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信息, 哪有信息呢, 没有信息呢, 还高质量发展, 这个不如承认, 我干这十年, 干了一塔户, 都是低质量, 应该辞职, 对不对, 他不辞职, 我还讲下会发展是高品质的, 这是让人看了, 我觉得滑稽可笑, 今天还有关于体育比赛, 你看, 北京半城马拉松将在4月14号开跑, 像这些东西, 就和运动会演出一样, 为了带动经济, 叫政府打台企业唱戏, 再唱了没有用, 因为这都是战时的, 结束就完了, 你要举办是, 能带动带动一些产业, 多多少少带动一点, 但是长远看还是不行, 你看这个全国各地大好行, 他选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贵州, 开展, 千万世神, 阳光提火的, 你看这个四川吧, 成都就是最深, 都是温蛍蛭区间跑速加速, 四顿七尽, 四顿七尽, 就每天吹牛皮, 你看香港嘛, 明明现在经济也是一落前掌, 来什么呢, 与750家展上云记相将展示最新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heels非共产党, 你看进入香港都爱国爱党, 还有宣似, 否则就要将来就招你毛病 是吧 你比如说你到香港转机 一旦讲一句话 批评共产党办了 去这么个地方 你谁敢来 是吧 人人跑里城 发监狱了 等等等等 后面还有很多 今天反腐败的消息很有意思 今天突然抓了海南上面 一个漂亮的女官员 看着女官员检疫 我的怀疑 就跟对王岐山了 因为今天两会是终结了 终结的时候 竟然出现这么一条新的 这个跳战的女官员抓了 你看 我看着他个人简历 这个人长期在检查系统认知 他叫田里侠 田里侠现在被抓了 海南省东方市市里书记 抓了 这都是一个大官 怎么个大官 我给你 东方市了不得 大家想不想 就百个开放最初那个年代 有个贪官在这杀掉了 是吧 想他他有那么多钱吗 他特别小气 他儿子想坐出租车 他都不是他给他儿子 现在想他挺连接的 最起码不惯孩子 你看到这个贪官枪毙了 他就是东方市市长 市委书记 现在又出了一个贪官 他是69年出生的 内蒙古双读人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我看他个人简历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 是个自身的官员 1991年他就在海口市检察院民事行政厅当书记官 然后就一直在检察院干 干到了2007年忽温时代 又调到什么法院去了 到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了 也就是说看了个人简历似乎是忽温那年代提吧 也和王岐山似乎有些联系 搞不好是说王岐山在那 收了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成长起来 因为可能就会议结束了 他给老王这事这事 因为你在沿岸的时候和我一个打背 把读那个 这个 鲍尔 读这个这个 把一些歼劫党 鲍尔克萨基的故事 你以为他是东尼亚的 是吧 那时候咱们那时候书少 就有一个东尼亚的故事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案子肯定是有所指 我估计还是指这个对立派 胡温或者是修理这条线 才不太清楚 我是怀疑老王的事 你看这里讲 他是胡温那个时代 他变成法院的领导了 一直干到这个2011年 就西平上台之前 他任海口市政法委副书记 然后11年以后 他就当了 不在政法系统干了 他就是区委书记 叫琼山市区委书记 一直在海南 后来他是海口市人民政府 人民书长 办公厅 党组书记主任 然后呢 他被抓之前 他是东方市委书记 你可以推断 但是这个女的刺杀风雨也聊不得了 他主要在这个司法系统工作 以前都是抓别人 你想到做了梦也没想到自己被抓 这种人最苦啊 为什么 他要关到海南那监狱的去那些女方 你看我的娘啊 这当年不就是你给我判进来吗 那些女的 监狱管这个监狱管理局 这赫荣不是司法厅司法局局长 司法部部长 你看这条线 将来很麻烦啊 是不是 我说这个女真倒霉啊 早知有一天 绝对别干这个工作 到处得罪人 最后一看 我的天 就像薄熙来 据说是 薄熙来提出说 千万别给他关到重庆监狱的 说全是他搞的黑社会 说那些黑社会有毛钱擦掌的 那个那个 说这彭志明那些人 这个这个李峻呢 李峻他的他的弟弟 是吧 就是这些这些人说是在那个监狱 都怕是最后把薄熙来 押咱们监狱 咱们好好练练 他晚上说 王立军也是 王立军和薄熙都提出 千万你 你给他关到哪都行 别关重庆监狱 不是他抓的人啊 所以这当官真倒霉啊 在台的时候整个 整别人在台上 好爽了 等发完以后自己关闭一看 这全是我政治不爱 送进来的 少知有这一帖 何必当初 就瞎整 是不是 当然这个天理家 到底是怎么说 咱讲不清楚啊 其实都是内斗的产物 等到下一场啊 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